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立場新聞讀者朋友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灣仔警察總部 警方就說9點半港島總區行動 高級警司吳樂俊就會出來見傳媒 就是今天下午的公眾活動事件 就是交代警方的立場和一些資料 今日的情況大家應該都略有所見到 原本是一個天下制裁的活動 由下午兩點多開始到三點多四點 都一直是在姐打花園和附近的道路 就進行這個活動的集會 但去到大約四點多的時候 警方就指現場發生一些破壞社會安寧的事件 就要求活動取消 就派了幾名共民關係組的警員 進到會場裡面 但是就遭到一些黑衣的示威者的襲擊 警員就扯戰扯退去到長江中心外面 與此同時大批防暴警員就在長江中心下面 增援協助 最後就演變成多路圍堵示威者和集會人士 警方先後在姐打島 督甫道中 乾樂道中 金鐘道收網 不過就沒有大規模的遺報 在個別的地點裡就進行拘捕 在我們見到的情況 就起碼拘捕了二十多人 但具體數字就要交由警方交代 然後第二句就知道 可能我們除了跟進 警方為什麼會派 好像沒有什麼裝備的 是警民關係組警員進去 和這個 主辦單位去溝通之外 這個方法不是很常見的 因為過民陣的活動 如果警方要終止的話 通常都是打電話 或者是通知當局 通知那個主辦者 另外我覺得都很明顯 我們是會就我們的同事 又再被張顯身份證 這件事向警方查詢 今天 爐邊有爐杖 爐杖有起伙 也有催淚彈 打了出來 無論如何大家覺得那件事是 如何都好 警方的說法都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都會直播記者會 看來警方 都快到九點半了 阿们 阿們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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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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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公署作出投訴,公署會按既定的處理投訴政策,就個案作出適當的跟進的 這個就是私隱專員,回應就是金鐘道那件事 不幸地,其實大埔寺那件事件就關我事,都有些有趣的 看看有沒有機會聞到 對不起 各位,今日下午在中環遮那花園,原本一個應該是和平有序的集會 但最終被一批暴徒騎劫,變成破壞,縱火,堵路,甚至襲擊警務人員 我們警方是表示非常憤怒 暴徒的暴力行為,令其他理性的市民 無法可以在一個和平有序的方式進行今次的公眾活動 在今日大概下午4點3至4點4左右,我們警方見到集會現場的附近 有暴徒拆毀路邊的鐵欄,用雜物倒爐破壞交通燈,出現多宗暴力的事件 於是我們派出警民關係組的同事,去到集會地點附近 和主辦單位溝通,說回當時出現的暴力情況 要求終止這個集會 但在主辦單位,我們和主辦單位的人談談的時候 我們的同事在主辦人的面前,突然被大批暴徒包圍和毆打 他們用棍和磚去打我們的同事 我們的同事被暴徒打到頭破血流 在離開現場的時候,仍然被這些暴徒追打 我必須要強調,我們警民關係組的人員 包括今天被襲擊的同事 一直以來,都是和主辦單位,包括劉先生 有見過面,大家是有緊密的溝通,有聯繫 大家其實是認識大家的 警方安排警民關係組的人員,下去公眾活動的現場 和主辦單位保持聯繫 是行之有效的溝通方法 可以儘快將我們警方的資訊 傳達給主辦單位 讓他們可以作出適當的配合 而在今天的集會 這幾名被襲擊的同事 一直都是在集會現場的附近 和主辦單位,包括劉先生 保持聯繫 現在我們警民關係組的同事被襲擊 主辦單位反而說他們是疑似的便衣警 將被襲擊的責任推給我們警方 故意刁難,挑動在場人士的情緒 我們感到非常之憤怒 當我們的同事被圍毆 成頭都是血 警方只好即時用最低的武力 施放催淚煙去驅散暴徒 制止他們的暴力行為 事實上 我們警方已經好一段時間 沒有使用過催淚煙 直至今日發生了一連串的暴力事件 再加上我們同事被人包圍和襲擊 我們警方才施放催淚煙 我重申 是因為暴徒破壞的暴力行為 才導致今天遮打花園這個集會 是需要終止 由於主辦單位 違反了我們不反對通知書裏面的協定 沒有協助維持公共集會的秩序 故此我們警方在晚上 拘捕了主辦單位姓劉的男子 另外 我們警方重申 我們在集會現場附近的一帶 加強巡邏和截查的工作 為的只是公共安全 警方截查行動中 是至少發明有八名的男子 攜帶錘仔 士巴拿 新宿棍等的攻擊性武器 並將他們拘捕 如果警方不是一早主動去截查 做一步搜出這些攻擊性武器 後果是不堪設想 不發的分子很可能是使用這些武器 危害公共安全 事實上我們也看到 我們警民關係組的同事 在遮打花園被襲擊的時候 有部分的暴徒 正正是拿著一些棍去襲擊他們 最後 對於暴徒再一次剝奪市民 和平表達訴求的權利 我們警方感到非常遺憾 我們現在會用英文再說一次 警方感到非常遺憾 警方感到十分審査 來自刀 as a gesture of goodwill. We sent our police community relations officers to the venue to liaise with the event organizer however during the negotiation many rioters surrounded the officers and brutally beat them up with sticks and other weapons even when our officers were retreating. The rioters still gave chase and continued their attacks our community liaison officers were left with serious and bloody injuries this happened in broad daylight and right in front of the event organizer himself we once again strongly condemn rioters for launching such violent attacks on our officers we must point out the liaison officers have all along maintained clos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rganizer the organizers certainly is acquainted with those injured officers we are aware that the organizer told the press that the injured officers were suspected plainclothes this is certainly ridiculous and irresponsible in order to rescue the injured officers some officers in right gears arrived at the scene to offer assistance but since the rioters carried on their rampage our officers had no choice but to respond with the minimum force necessary including tear gas to combat the violence since the organizer contravened the condition stated on the letter of no objection and has repeatedly obstructed our officers he was arrested the case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and we will disclose more details in due course we are aware that the organizer question of decision to stop and search participants of the public events this practice is certainly in the interest of public safety and order in fact before and soon after the public events started our officers had arrested at least eight males for possession of offensive weapons and possession of instruments fit for unlawful purposes they were found in possession of hammers spanners and extendable battens we saw similar weapons used to cause damage and attack our officers during the public event we once again condemned the rioters for hijacking a public event and committing violent acts thank you 請問班警方派出兩位警衛關係組的電樁人員 去民主法方溝通的做法 請問當時有幾萬人迫爆遮疊花園 會派兩名穩固裝備的警員 去跟主辦公司溝通 可能扣電話或其他方式溝通 還有根據大會剛才的說法 當時那兩個警衛關係的警員 主辦公司是不清楚那兩名警員的身份的 就要他們出示威任證 所以問當時落場溝通的時候 你所知大會是互相知不知對方的身份 還有下午4點多 公司4點3至4點20分這個中止集會 但當時其實都是一個迫爆遮疊花園的上行 為何會選擇你們的最低暴力 當時在這麼多人的情況下 會出來演繪可能其他呢 第一個問題關於兩個便庄的同事下去了 我只可以說每一次有集會 一個和平的集會 我們警方是派出我們警民關係組的同事 去現場直接跟主辦單位溝通 這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 而可以告訴你當時是不止兩個 警民關係組的同事這麼少的 也都是當時那個集會 其實是在一個和平的情況進行 我們亦都是信任主辦單位 和我們的溝通 所以我們才直接下去和他們做這件事 至於你第二個問題 問吹淚煙那方面 其實當時剛才都說了 就是說在一個迫於無奈的情況下 我們才用 不是在那個集會裏面去用 是我的同事是被一些暴徒襲擊 他們離開了遮打花園這個現場 走到去對面長江中心那個位置 依然是被一班的暴徒用棍 用磚去襲擊 為了驅散這一班暴徒 迫於無奈 我同事才是私放催淚煙 麻煩 再說一下 為何最後你都說了 同事是在長江中心被襲擊 但是你的催淚煙就打到花園裏面 那個考量的問題 還有行動中間的行動 有很多幾個催淚煙 第二就是 想問一下你剛才說一下 你的同事 各地的相識和現在的情況 是他們留戀 還是出了一點還是怎樣 第三就是 我想問一下我的同事 為何在金鐘讀給你的同事 就搜查身份證的時候 你們又再次將身份證 放在鏡頭前面 是不是你們警方 是查身份證 是用這個方法來去查遮身份證 麻煩你 第一個問題 關於我的同事 私放催淚煙進去遮打花園 我看不到我的同事 有刻意地私放催淚煙進去遮打花園 當時在長江中心 即是遮打花園的對面 他是要驅散他面前 那一班襲擊我同事的暴徒 才用了催淚煙 至於你說用了多少催淚煙 我沒有掃在手 不過只是那一個現場 是有用到催淚煙的 今天全日 第二個問題 關於你說記者 同事被人截查 亦都是他身份證 擺了出來 這個情況 我現在是沒有這方面的資料的 或者花個時間讓我了解這件事 再詳細去交代 你同事的傷勢嗎 同事的傷勢 最少我有四個同事是有受傷 其實大家看新聞片段都見到了 我有幾個同事都頭破血流 不論是那些手手腳腳的身體 都有不同類型的傷勢 以我所知是坐底都有一個同事 現在是需要入院去做觀察 還有做更加進一步的檢驗的 另外也想問一下 其實今天就抓了申請的劉永康先生 因為他之前其實都有 七一立法會這件事 以及官邦友人的事 那都是有外見在身的 會不會是即時起訴劉永康先生 或者將他即時懷額呢 這方面其實我們講到 重案組今天晚上拘捕了他 現在是進行調查 至於你說會不會起訴他 就要等回我們重案組的同事 在調查當中找到些甚麼的證據 如果有足夠的證據 我們是會作出檢控的 好了 麻煩你了 麻煩你了 好 麻煩你了 好好講不錯 好 goo işte 好就好 好affir 好 好 他的同事 警察他們的同事受傷了 座底說有一個仍然是柳衣 他們都說是並非刻意寄一些催淚彈進去遮打花園 他們都說只是那個位置放過催淚煙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去到渣打銀行附近有那麼刺鼻 那些人不是催淚煙 他也提到在使用最低的武力之下處理這件事 所以情況就是如此 大家都警察被受襲是一個大家都見到的情況 警方亦都說這個是一個恆常的做法 在現場和集會的主持人保持過溝通 亦都說最後的警員受襲是長江中心 他們並非刻意射出彈進去遮打花園入面的 遮打花園入面的情況 我們同事又找到很多出彈的彈殼 究竟情況是怎樣呢 我們可能要大家再看多其他的新聞片 就再了解多些 但剛才吳樂俊都沒有交代到今天究竟拘捕了多少人 指一個基本的譴責和交代 拘捕了一名劉盛的男子 就是組織這次遊行的劉永康 四名被襲擊的警員 有一名就是 最少一名就是繼續留意的 不留意是不特別傷得不重的 不過我們在這裏就交代警方 交代今天下午的情況就到這裏 見到旺角也還有情況的 大家關心香港情況的朋友 大家繼續看旺角的直播 我們在這裏的直播暫光一段落 多謝大家支持合場新聞 希望大家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 拜拜